这里是威海最有韵味的一条历史文化街 也是一条独具特色的百年老街 哈喽 各位亲朋好友们 你们知道今天老些又要带你们去哪里玩了 有没有看到我后面这个非常漂亮的梧桐树 看到吗 有没有看到我穿得非常非常的厚 其实现在也没有这么冷 因为有点阳光 然后呢 这边是哪里 这边是山东威海 山东威海在哪里呢 就是呢 这边据说是威海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很适合像我这种文青来的那种小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 这条路叫做新威富路 那等一下呢 我们就是跟各位来就是 带大家来探索一下 就是这边呢 有一些很有趣的小店 那这些地方呢 就是刚才后面这一片呢 其实是有一些一些陶艺的一些设计 那就是说呢 这边从前从前 这边曾经是有一些 做一些陶艺的一些些聚集地 所以呢 就是我们等一下可能还会在路上 看到很多跟陶艺相关的一些些小店 那我们走吧 新威富路 东至海滨北路 西至新威路 南至大润发北之路 北至陶瓷路 全长南北有870米 这条具有百年历史的街区 现存威海卫第一个党小组活动旧址 还有非常著名的陶瓷场 以及威海船厂的旧址 这里现存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印记 整个街道显得低调又优雅 哦天哪我们刚才呢 发现一间很好吃的小店 虽然它不是威海当地特色 但是呢还是要去吃一下 那我们走吧 这间小店是现藏在新威富路中的 一间宝藏云南风情小店 餐厅的空间装潢 非常的民族风 老板是地道的云南人 探访这间云南小厨 简直体验就像是回家一样的温馨又舒服 这边呢听我的好朋友说 然后每天都非常非常多人 难得我们来一个很奇怪的下午时间 现在没什么人 我们就进来吃吃看 实在是好想念回去云南旅游哦 这道热炒高丽菜火候真的是非常的到位 这个叫做蜜翅米线 哇云南的特色菜就是吃米线 简直让我回味无穷 下午的时光我们在此饱餐了一顿 走在新威富路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咖啡厅 我的好朋友苏里决定带我去一间很有名的甜品店 等等我们就一起去探索吧 我的威海好朋友呢 他跟我说就是这边算是一个非常文艺青年来的地方 尤其呢非常多有趣的一些网红店 反正就是俗话说一些好喝的咖啡厅或者甜品店 那我后面这间呢叫做三山田 这个非常的绕口 对三山田 然后呢等一下我们就要去试试看 他到底有什么一些有趣的一些甜品 那带各位去看看吧 这间三山田咖啡馆主要有两层楼 我们点了一个特别的甜品 就往二楼寻找座位 咖啡厅的空间环境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现代风格 环境的氛围呈现出令人舒适的一个空间感 室内的采光也不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昏暗 很适合悠闲的下午来这边进行一些朋友的聚会或者工作 白色的墙壁与原木色的一些建筑设计搭配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都觉得这里的一个空间设计非常有质感呢 据说店里制作甜品的小姐姐是去泰国或日本学到的甜品技术 所以味道呢算是还不错的 我们等等就来感受看看吧 我们现在呢要带各位来吃就是这间甜品店 然后有那个还蛮好吃的甜品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呢我跟我的好朋友 然后点了一个什么有趣的甜品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家甜品店 这家甜品非常特别哦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上面的是咸肉松 但下面又有甜甜的芋泥 所以吃到蛋糕的时候会有咸甜交融的滋味 中间还有咸蛋黄 可以仔细看一下 所以这个千层泥融合各种口味 可以一次嘛 有没有很厉害 我今天的心情呢就如同这个蛋糕一样 就是心情呢咸甜咸甜 因为一方面呢觉得第一次来到维海非常开心 就是心情甜甜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哦 因为手边呢有一些事情要嘛 所以呢一方面又觉得哦 problem 鲜 鲜 不是很咸的咸 是觉得吃东西非常3970的咸 你们有看到吗 你看这个咸甜咸甜 这家也算是这个威海这边 心微妇孺的网红店之一 所以これは titanium æ 我终于又打开了一个美丽的城市威海了 欸你們知道嗎 這甜也真的很奇怪 這個鹹甜鹹甜 上面你們知道上面是什麼嗎 是肉鬆欸 這個這口味就很像在吃中餐 又很像吃下午茶 怪怪的 不過我想說 這也有可能是這個網紅店 它的特色 就太奇怪了 所以它就火紅 可能是這樣 對 那我們就不說了 拜拜 欸我真的覺得 我好喜歡威海這邊喔 就是 欸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整個威海 反正就是我今天來到這個 新威富路 我就覺得呢 這邊實在是太棒了 因為有好多我好喜歡的梧桐樹喔 而且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剛才呢 我們一路帶各位這樣逛 我就覺得 威海真的是不得了 你知道不得了的地方在哪裡嗎 我個人覺得威海呢 就是 市容非常的乾淨 就是 我剛才一路走過來喔 看到了只有落葉 沒有垃圾 喔對 垃圾 落葉 為什麼看到落葉 因為呢 可能就是秋天來了嘛 那所以呢 很多落葉 好 那我們再帶各位來 往前面走走 我也要看見 要你擁有你想要的遊戲 原本我只獨自享受假期 從沒有誰讓我看到危機 my baby you're the only one can touch me 白色的顏色都變成動靈 總能讓我看到一些動靈 因為從沒有誰讓我看到危機 my baby 可能不像我會說的話 但今天你不屬於他 我也一點點的小想法 你能夠幫我實現嗎 康口色只想和你待在一起 我有太多好奇 My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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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na be your l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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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车速到我的车库 我要把你卷住 把你的锐打遮住 我会把你看头 然后对外宣布 你太让我上头 就当我的猎物 I wanna get freaky way show baby I wanna get freaky way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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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非常开心 因为今天天气非常好 不过觉得非常的热 而且现在大概有一点黄昏了 所以这边非常舒服 其实也不会非常冷 但是衣服一定要穿拱 这边算是威海整个一个 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个 就是历史文化名街 应该是这样子说吧 那我个人这样逛过来 感觉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因为呢就是等一下 要带各位来看这个 威海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 陶瓷产业的一个集群的一个地区 那我们来看一下 里面大概有一些什么东西 就是在这地区 每个人都在这地区 这边是金刚才是有好处 也就是金刚才是个都市场 在这地区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边是金刚才是个都市场 一路的一路的一路 在那边是金刚才是尴尬的 一路的一路的一路 在银行上 吉承轩菊工坊 这里是威海网红的飞移文物店 走进店里 我们随处可以见到 充满威海味的一些老物件 古脯的木质桌椅 精美的菊瓷陈列品 墙壁上挂满了菊补的工具或器物 接散发着浓浓的飞移之美 吉承轩这间工坊的主人 名叫耿海胜 他是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菊义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这些看起来颇具年代特色的瓷器 充满中国风的传统豪词 不禁让我觉得非常的赞叹 因为这不仅是菊瓷代表的一门手艺传承 更是一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一段历史见证 刚才呢我们就参观了一下这个做陶艺的那个工艺文化空间 我觉得实在是很有趣 对第一次来到威海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地方 好那等一下呢我再来各位来看一看就是这个网红一条街呢 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有趣的商店好了 因为呢我个人第一次来威海就觉得 威海让我感觉是一个很舒服的城市 就是说可能比起就是旅游它更适合居住 因为主要是一直让我觉得这边就是非常的宁静 就是安静所以呢心情就非常的愉快 选择了一个非常就是觉得很不错的角度 想要跟各位来讲一下就是说呢 其实呢刚才我这样一路走过来 我真的发现好多好多咖啡厅喔 那当然今天因为它不是假日是平常 所以这边下午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人潮 真的是很适合拿的一个就是你的笔记本 然后直接来找个咖啡厅来这边就是做一些你想要做的事情 那这是一件我非常觉得非常满意的一条街 那当然呢喔最后呢要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要关注按赞分享哟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分享